2011歌手吸金Top6 周董海捞6.6亿称王 想知道2011年 哪个歌手荣登吸金榜Top6 看苹果乐新闻丢丢啊 苹果向各大商品公司 经纪公司综合调查 结果揭晓 恭喜二妹真会妹 荣登吸金榜Top6 二妹今年虽只接了三支广告 但加上演唱会商演唱片 版税等收入 拼出两亿两千三百七十六万元的战绩 闪一天 两一天 爱一天 闪闪的人海 闪闪的人海 要把小阿轩赚进大把银子 闪了闪地 荣登吸金Top5 她今年靠六支广告 加上42场商演 一共捞进两亿六千三百五十七万元 看力红唱得如此深情 But唱片市场喜嘰白白 歌手们都要另辟裁员 那早起的人就比别人 离梦想得更精彩 力红今年广告狂揭十五支 赚进两亿两千五百万元 商演六十场赚2.4亿元 吸金破五亿 登上第四名 今年台湾歌手真的是雪翻了 海绕超过五亿的可不止力红 小猪广告支出和力红都是十五支 捞进三点五亿元 加上三四场商演 十九场演唱会还有其他版税主持 Lily Coco一共海捞超过5.5亿元 吸金No.3 酒论吸金功力又更上一层楼 今年广告高达21支 卡安田广告女王狂捞超过4.6亿元 加上演唱会商业年度收入 标破六亿元比去年多赚两亿元 今天他的昔日堪秀周董 当选今年西金王 周董广告身价三千万元起跳 节拍时之剧捞进三点八亿元 演唱会商演加电影赚进二点八亿元 一共6.6亿元融赚冠冠军 今年双J差距不到四千万元 靠 精神创作力 闯出好成绩的周董 今年收入却比去年少快两亿元 刚好跟酒林相反 不过没关系 踏步夜会没很会提到理财 一户户豪贼不停地买 其实最近比较碎买到关坟屋 但周董还是连续第四年 拿下西金王宝座 谁在近里 嗨 苹果热新闻 既成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